上集,市的第一个镜头就是哭戏 白景瑞对自己外甥女的演技迷之自信 宝贝,随便玩,开心的玩哦 年宝回给他一个小白眼 他可是很认真的,脆生生的批评道 二舅,不能玩的,我们要好好上班 你不要懒洋洋的,快做好点 把脚放下来,不要翘在别人的椅子上,不礼貌 这可是白大影帝第一次在片场被人教育 还是个六岁小农娃 一旁不少人咬牙憋笑,不敢笑 演艺界这位大佬脾气古怪 走到哪都是被供着的主 只见被萌娃乃兄乃兄地叫倒了一番的大影帝 当真放下了翘在导演椅背上的脚 端正了坐姿,他唇脚一翘 勾起你死人的宠溺微笑 OK,我瞎宝贝说得都对 一旁的众人跟见了鬼市的表情 大影帝这么爱笑的 大影帝这么好说话的 长得五大三粗的大导演 把小宝贝叫到了腿边上 耐着性子又讲解了一遍剧情 导贝,这个镜头呢 是你爹要出远门 你舍不得他走 边追边哭 台词就一句 爹爹,别丢下我 你要实在哭不出来 就作弊眼睛的动作 张大嘴假哭 年宝十分乖巧地点头 我记住了叔叔 哼,加油宝贝 叮嘱好的小演员 大导演一个首饰 各就各位 考虑到白影帝的小外甥 你从来没拍过戏 也就看了几个哭戏的镜头 所有人都做好了 被导演叫卡很多次的准备 然而却没想 竟然一遍就过了 场景是 白大影帝饰演的反派男一号 骑马跟驰 女儿在后面边追边哭 小家伙的学习能力极强 把个哭眼的撕心裂肺的 拍完了 他还一抽一抽的 入戏有点深了 收工 白景瑞潇洒地翻身下马 弯腰一把抱起小家伙 有点想笑 好了乖女儿 别抽抽了 爹回来了 二舅 我演的好不好 能不能挣到钱 小家伙双眼亮晶晶的 还当真有点累花子 白景瑞简直稀罕到了骨子里 冲着小脸蛋亲了口 小影后 比我演的还好 棒极了 刚才是不是真把我当爹爹了 所以才哭得这么棒 年宝眨巴着圆溜溜的大眼睛 很诚实地摇了摇头 我没有把儿就当爹爹 没有啊 那宝贝是怎么酝酿出 想哭的感觉的 年宝从他怀里挣扎下地 指着他说道 你这么大人 还骑马 跑那么快 我想我挣了好多钱 被你抢走了 我要追回来给外公治病 就很着急了 这脸打的 半点没客气 而且还很猝不及防 白大影帝石化在风中 片场安静了那么两三秒 再也没有人有得住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小影后 收工 朱朱请你吃麦当劳 白大影帝磨了磨牙 喂 我家孩子 然而 这孩子也起来 其实白大影帝拉得住了 本来就嘴馋 现在还多了个小毛病 看财 电视里打广告有麦当劳 五个哥哥都说是垃圾食品 不能吃 一听能尝尝垃圾食品什么味儿 他立马把小手塞进了导演的大手里了 还乃生乃气的跟大导演讨论工资的事情 叔叔 我和二舅认真上班 演好了 是不是就有很多工钱了 一向不苟言笑的张导再次被逗笑了 真是个小财迷 可惜 工钱肯定多 你可要把你二就盯紧了 别让他一个人空跑了 此时的张大导演还不知道自己的狗儿子被某无良影帝灌坠在医院 否则 后果很严重 小家伙秉承着谁发工资抱谁大头 为原则 竟然还很乖地点头了 嗯嗯 好搭 窝草 老子好不容易偷盗的小心肝 就这样被扒走了 沈志泽和沈亿赶到片场的时候 沈绵绵小朋友已经跟剧组的人打成了一片 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他小人家就变成小社会人了 左手抱可乐 右手大导演 还一本正经地弹着工钱和下面的戏该怎么演 这绝对是要上天啊 白锦锐 沈志泽黑着脸走过去 没给大影低面子 一把拽住死小车后衣领就朝着车走 喂 姐夫 放手 君子动口不动手 给点面子 这是我工作的场地啊 你小子很闲啊 闲到坑蒙拐骗那么点小外甥女 我担心你闲出毛病来 就给你找了点人生大事做 白大影低猛打了个机灵 顺利的挣扎 姐夫 你想干嘛 当然是解决你的人生大事 老子就这么的女儿 可经不起你祸害 你还是祸害别人家的去吧 天场所有人貌似听见了不得了的事情 大影低坑蒙拐骗小外甥女入娱乐圈 惹怒了姐夫 姐夫要给大影低速配个老婆 姐夫要大影低立即跟神秘女子生猴子 以免他科蒙拐骗小外甥女 不得不说 整个片场的人都有个细精脑子 脑洞一个比一个大 沈年年 沈一的脸色比他老子还黑 也是直接掳人 从大导演的手里一把就把小家伙抱走了 大导演眉头一皱 心里顿时把大影低问候了一遍 MD 白景润你个废柴 这孩子是你偷的 你天地不给老子偷回来 这些老子没法拍了 没有软蒙小宝贝可以逗了 大导演猛然回头 这才发现生命中似乎缺少了点啥乐趣 他怒吼吧 老子的狗呢 现场鸭雀无声 助手硬着头皮 指了指被姐夫拎走的白大影低的背影 弱弱地说道 不光偷孩子 还偷狗 文言 大导演出的大影低的姐夫就是一句 他姐夫 这货得重新组装了 小棉包一惊 小心脏咯噔一下 我和二就都玩独子了 哥哥都不喊他小外号了 这是第一次联名待姓的喊我 于是 他也联名待姓地喊 并且理直气壮地解释 沈亿 我在挣钱 不准生气 你挣钱我都不生气的 所以你要讲道理 这称呼 本来就憋着气的沈亿差点吐血 你叫我什么 还有理了 你这么小 挣什么钱 沈绵绵小朋友气呼呼地 立马复制粘贴他的话 你叫我什么 还有理了 你这么小的哥哥 挣什么钱 他小脑袋里飞速地运转了一圈 很确定了 这是在跟哥哥吵架 吵很凶那种 显然第一次吵架很没经验 于是他连忙松开了小手 为了凸显气势 他改抓着哥哥的两只耳朵 是很轻很轻地握住他的耳朵 绝对舍不得您 他心里气呼呼地想 哼 你在凶 我就要用一点点力了 怕不怕 他小人家不知道 这个动作显得更亲密了 沈亿快被气裂开了 做了好几个深呼吸 理智地换了种交流方式 小棉包 你下期比赛已经挣了很多钱了 不需要你再挣了 爷爷都给你换成了支票 你可以随时 然而他话没说完 小棉包接下来的一番话 再次把他气炸裂了 那些支票我都撕了 钱是爷爷的了 不准取 爷爷老了还要上班 我也要挣别人家的钱 这还是个小手财奴 总之就是 钱只要进了自家人的腰包 那就是自家的了 跟进谁的腰包没有关系 只管挣别人家的钱就行 沈亿应试好半天没缓过气来 从牙缝里挤出三个字 沈年年 完了 哥哥这次的火气好像比之前大了好多 怎么办 气势上不能输呀 在舍不得用力您哥哥耳朵的情况下 他突然想起了他的洁癖毛病 于是乎 他小嘴一撅 冲着他的脸巴唧巴唧就是一痛狂轻 清除小口水那种 他边轻边奶胸奶胸的威胁 木马 看你还生气 木马 看你还生气 木马木马 此时沈亿抱着小棉包站在一旁 被这一痛轻 搞得顿时没了脾气 他只感觉脑瓜子嗡嗡小 也不知道是被气的 还是被亲了一脸口水刺激的 一旁的沈志泽 白景瑞 司机傻愣愣地看着车旁 梁小只吵架吵成了这模式 司机第一个反应过来 猛抽了一大把纸巾 一受益 那个 绵绵小姐很爱干净 又这么可爱 没事 白景瑞第一次被姐夫如此粗暴地对待 又被梁小只捏了一把 内心受到了一万点暴击 他弱弱地说道 绵绵宝贝 二舅也要亲戚 二舅现在很受伤 沈亿狠狠瞪了二舅一眼 这一眼大有六亲不认 老死不相往来的气势 二舅内心受到了千万点暴击 姐夫不疼 绵宝贝不轻 一而目无尊长 弟兄毁灭吧 这日子没法会了 心累了 沈亿气猛了 没接司机递过来的一大把纸巾 倒是亲了他一脸口水的小屎座俑者 连忙街了 看你还凶不凶我 我也很凶的 他小人家还以为制服住哥哥了 边帮他擦脸 还边软声软气的哄 擦干净了 我们马上回家洗脸了 很快就到家了 只要忍一小混 哄着哄着他小人家就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开始心疼哥哥了 紧接着就道歉 对不起哥哥 别怕呀 我以后再也不清口水了 不文明 不礼貌 我太不像话了 岂有此理 狼心狗肺 丧尽天良 丧心病狂 心狠手辣 小人家把自己这一通骂的 越骂越生气 上了几天学 有了点小文凭就是不一样了 这金句标的杀不住车了 沈一头皮一麻 一把就捂住了他的小嘴 举双手投降 可以了 别说了 我一点都不生气